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梁 今天是12月15号 看肉肉啦 首先来看看这个双飞蝴蝶 你看它的肘筋已经长那么长了 今天端的小蝴蝶 还没有很明显 然后呢 旁边又长了第三根肘筋 它真的是非常漂亮 非常棒 你看这今天的锯齿状 是不是很美 像极了蝴蝶 翅膀上的刮纹 再来看看我最爱的这个 薄叶蓝鸟 看这薄叶蓝鸟 旁边这个是我插的 已经浮盆长得挺好的 然后你看连这一颗下面这边 全部都在爆小仔了 另外这一颗 也是 但是 你们看 这个小baby已经长这么大 这个太密了 所以 现在开始要 常常 清除它下面的那个叶片 以免长得过密 就会招来虫害 不通风的话 就很容易招惹虫来寄生 你看这一堆 是我早上清除的 好多吧 博越蓝鸟真的很美 淡淡的粉蓝色 天气飘飘的样子 美极了 看我的沙漠玫瑰 都开始在冒心芽 好大咧 长出新的叶子了 真漂亮 再来看看 我的秋莉 你看 秋莉是不是长得挺美啊 看 玩夜鸡修丽 开始粉红色 变得粉嘟嘟的 好可爱 长得真好 基隆月 一开始变胖 我把这一盆里面的植物全部拔出来了 因为他们都感染了戒壳虫 你看 白白的那个都是戒壳虫 我要把它们拿去泡肥皂水 你看 多染病 这一颗也是 你看都慢慢的激身 好可怕 拿去泡肥皂水 拿去泡肥皂水 好讨厌 讨厌的戒壳虫 这些 其实这一颗是粉红雪特 本来想要拍给您看的 但是它 但是它 长满了戒壳虫 所以现在正在泡肥皂水 你看 它虽然上面受伤 磕磕巴巴巴的 但是你如果不泡 它最后 也是会被戒壳虫整个侵蚀而死 你看这一颗也是 还好它有小老妆 你看它都卡在这个缝 所以一定要泡 我这个是已经泡了第三次了 因为那个水有点脏 然后这颗也是 这个也是粉红雪特 你看看 在旁边 这个缝 还好它的根系还长得不错 然后 之后泡完 用清水洗干净 晾晒后 再浅插上盆 有时候在泡的时候 要这样稍微 摇晃一下 让它那个叶跟叶片之间的缝隙 可以确定 泡到那个肥皂水 不要怕它这样子会死掉 因为你不 这样子拯救它的话 它就必死了 这样子它还有活的机会 它会一直掉叶子 但也没办法 你看这些叶子 除了被虫啃之外 当然我这样弄它 它也会受伤 但是牺牲掉那些叶子 换来整株的健康也是值得的 你看这里面还是 我靠 气壳虫 超噁心的 在这里面 哇 至于这些土呢 我们就要把它摊开 然后让它曝晒个一两个礼拜 还是可以再用的 如果你方便的话 用微波炉烤过 当然杀菌是最好的 如果没有用太阳曝晒也是很好的 再不然你就要买一些药来加在 这个泥土里面 我都是用天然的曝晒方式 因为家里有养宠物 猫咪都会去翻 我怕猫咪中毒 所以我都用最天然的方式 好了 已经泡五分钟了 又拿进去冲水了 因为这些皂碱 其实被它还是 对植物还是有一些伤害性 所以建议把它冲干净比较好 全部都拿进去冲干净 冲水了 我们来种昨天处理的 这些粉红雪特 一样在盆底加入 烧泡练食当凑水 这一颗粉红雪特 现在满身是伤 希望它可以活得好 希望它可以活得好 另外三颗野餐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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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三颗野餐药 加三颗野餐药 再加三颗野餐药 大概三颗野餐药 在这橫子里面 班牙duc 灰面水 薑面水 暗 trabajar 雨 塗鱼 hart 烤鱼 炑鱼 你看这一颗 它上面非常斑朗 然后那个黑黑的都是被虫咬过的 希望它可以赶快恢复 好了 种好了 这个粉红雪特 全部都种好了 你看看 这个被虫可以咬得多么严重 把它拔掉好了 好丑哦 全部拔掉好了 真是的 发光了 你看这个叶片太可怕了 就看看之后它会长成什么样吧 如果挂了那也是没办法 每一颗都长得很可怕 因为都是被虫清洗过的痕迹 可恶 就用剩下这一颗最完整的来介绍吧 这个粉红雪特呢 这个粉红雪特呢 虽然都叫雪特 但它却是粉红色的 它是带笔 跟特业玉蝶的胶种 而雪特呢 是拉威雪莲跟雪特的胶种 其实它们两个是不一样的 只是因为它们都是跟特业玉蝶交种 它们都有着特业玉蝶的特征 还有喜性 你看都是叶子反卷 然后向叶星靠了 然后这是属于后叶的 理论上来说 它应该会有厚厚的白粉 呈现粉红色 我们就等待岁月 看看它恢复元气的样子 长漂亮 再跟大家一起分享吧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咯 欢迎评论点赞 我们下个视频见咯 拜拜 我看到这些地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